大家好,又到了我分享我自己写的文章的时间 我呢,称之为是我的沉思的时间 这些年我写了太多这样的文章 回头读自己的文章的时候 我还是很感慨的 因为我这样的一个无知的人 这样的一个没有很好的学历背景的人 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 我认为是一个神级 我不和别人比,我和我自己也比 我觉得我真是完全彻底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真是特别愿意把我的文章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写的好与不好不重要 关键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沉思 今天跟大家讲的一个话题呢 分享的一篇文章主要是思考一个老生常谈的中国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共的宪法 它就是一个很扯淡的玩意儿 是吧,叫中国的宪法顶个球 很多的法学界的老师们 律师们经常说这句话 说中国的宪法 连个球都不顶 是吧 说共产党这些年 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 最缺德的事情就是不断的违反他们自己制定出来的宪法 共产党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 就是把他们自己写出来的宪法 认在垃圾桶里的这么一个组织 完了以后他还每年还假不假式去谈宪法 有个宪法日 这非常的搞笑 非常的荒诞 非常的让人无语 但是我这个人呢 就凡事我都要思考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我是做过这方面的思考的啊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人如何在思想的层面对接上帝的话语 且是获得思想和行为的第一推动力 一直考察知识分子的心智 某种意义上 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无知地带 比如当中国知识分子讨论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 人们却荒谬的把一部看上去充满了独裁气息的 宪法当成法治的基准 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当宪法本身就是一种醒目的恶 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 怎么可能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呢 这是我好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啊 当我看见吴敬连老师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 当我们看见很多的法治人家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 你在中国你念法的金石是什么 你念法的源头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能跟共产党这样的一个魔鬼走之 探讨什么法治呢 是吧 你怎么能在共产党的这么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宪法的框架之下 讨论中共的法治建设呢 这太荒谬了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 我批评的对象一下子不再是习近平 不再是共产党 而是中国的这些个法学家 中国的这些个知识分子 中国的这些个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的这些个律师 中国的这些个各种意见领袖 实在是太荒诞了啊 所以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一种卡在中途的思想建构 任何卡在中途的思想建构都会导致灾难 因为法的起源是一个大问题 很简单的道理嘛 动物世界就没有法律 人类是不才有法律 那人类的时候的法律从哪里开始哪里的呢 这是个问题是不是 所以如果永恒的法律它不存在 这一切的沉稳的法律都是的人对人的奴役 中国的宪法就是对中国人的一种奴役 美国的政治学家福山是一个左派啊 他不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基督徒 但是他在解释人类法律的时候 却毫不犹豫的认为 人类之所以是一个法的社会 完全是受到了圣经中上帝律法秩序的引领 如果没有摩西世界 人类就不会有法律 世界是人类法律的终极源头 摩西世界是人类法律的终极源头 按照福山对法律的解释 他在中国众多的法学人士的严历 知识分子的严历 应该就是一个标准的神棍了 就像有人骂我骂刘军林是神棍一样的 是吧 作为医生都在思考人类文明走向的政治学者 福山竟然把法律的成因直接指向上帝的律法 指向摩西世界 这在我们中国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眼里 不仅被看为是不智慧的 而且是会认为这是走火入魔 背离了现代的普世价值 可以肯定的说 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无法理解这样的 关于福山的法的精神的表达 因此只能选择谩骂 选择否定 甚至选择十二不见 但福山说出的他话 在美国民情秩序的意义上 不过是一种基本的常识 托克威尔早就说过 美国宪法很多的条款直接引自圣经 约翰洛克在自然法论文集里面说的这样一句话 我就恭恭敬敬地把它抄下来 没有上帝律法就没有人间法律 你们去看 在中国你能买得到自然法论文集 这本翻译的书翻译的挺好的 中国国内早就翻译过 出版过相关的著作 我一本一本的读下来 发现白纸黑字写的是明明白白 法的精神就是摩西世界 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 他不理解呢 难道他们是瞎子吗 难道他们竟然不认识汉字吗 显然不是 难道他们不聪明吗 原因是他们的固有的观念秩序里面 没有上帝启示性观念的位置 所以这个现象就告诉我一个非常的重大的 我个人的一个发现 上帝的启示在前 法的精神在后 那我再重复一遍啊 上帝的启示在前 法的精神在后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秩序之中 这是一个法的精神的秩序 也是一个认识论的秩序 中国读书人永远不懂 信仰如果没有 在观念秩序就没有 观念秩序如果没有 在认识的对象也没有 这是认识论的困境 我不断辨析这个问题 试图把自己从观念秩序的困境里面 拿出来构建我的个体重建之路 比如我用我的阅读经验作证啊 发现过去我读这个悲惨世界 就是法国的那个作家啊 余果的悲惨世界 我读到的是法国人的革命 人们的呐喊 穷人的困苦 然后我就开始学着呼喊自由 呼喊你们听到我们的歌声了吗 是不是 但是这本书的主题却是人的生命的救赎 里面有一个重大的法学的现象 人类自我构建的法律是靠不住的 生命的改变必须通过上帝启示的 法律秩序的永恒与崇高而获得 生命的唯一的希望就在于上帝的救赎 一个羔羊人类自我构建成文法的人 如果不能理解上帝的崇高的法的精神 那么这个人要么是一个借用法律的名义 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要么他会陷入绝望与虚无走向自杀 我说的是谁呢 我说的就是于果的悲惨世界里面的一个人物 他的名字叫沙威 是吧 由此我甚至对那些一个从事法学研究的朋友说 我说你好好的读悲惨世界 你们什么时候读懂沙威的困境 什么时候你们才能理解什么叫法的精神 如果我不苦读圣经 如果我不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练习餐前祷告 如果我不坚持我的主日崇拜 如果我就这么吃吃喝喝 混吃等死这么一路过来 我是根本不可能读懂于果这本小说的 我不可能在于果的这本小说里面开始思考法的精神 法的秩序这样一个维度的一些一个思考 因为我不是科学 因为我不是法学家 我也不是律师 那我所能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会把于果的这篇小说强行压缩在我的中国传统的观念秩序里面 我所能做的就是和一群流氓 在他们的顶个球的宪法的框架之下讨弄我的自由和我的权利 我所能做的就是我在遭受种种的迫害之后 竟然回头去祈求共产党 祈求这些迫害过我的人 苦苦哀求他们给我平反昭雪 给我平反冤假错案 那事实的残酷就在于 当共产党这样的流氓给我平反 这并不是我获得了自由 而是法的精神再一次被共产党强奸 谢谢